本节目是由张首安医师团队 小星星讲制作 有任何减肥问题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Sylent 那因为之前我分享了一个 我从买车到行驶20万公里的 这个油电系统的这个总保养费用 那有些网友提出质疑 就是说我个人的保养不代表全部 那OK我今天呢就用官方公布的数字 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一台油电车要开多少里程才划算 我们用几个数字来计算 或者是我用了里程是公司规范的 这个一年两万公里 八年十六万公里 那这个到底市区的比例是多少 或者是高速的比例是多少 这样子的 这样怎么驾驶的话是比较划算的 比较有办法决定我到底是要买油电还是汽油 这个我等一下算是算出来 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 这些数字都是我从和泰的官网 还有经济部能源局里面去调出来的数字 那我们先来看 以Artis来讲 因为我们这一次用Artis来看 Artis 一般版跟油电版 它的油耗市区跟高速油耗各是多少 以能源局的公告 一般版是11.16 然后高速是18.53 然后油电版是25.42 市区是25.42 高速是26.02 那我们以今天的这个 今天4月18号 4月18号它的95无迁汽油 一公升是29.3 一公升29.3公 29.3元 来换算的话 那一般油电 一般汽油版的市区 一公里的成本是2.62 一公里 我这红色就是一公里 它的成本是2.62 然后高速公路的话 是1.58 有兴趣的人可以帮我验算 因为这个有时候 计算机在按的时候 没办法按得太順 我已经太久没有做这些算术了 然后这个高速的部分 1公升 1公里是跑1.15元 1公里的成本 油电是1.15元 那这样就有一个落差了 然后这个高速1公里是1.12元 这个把它原补上去 黑色的部分是1公升 能跑几公里 1公升能跑几公里 然后这边是 这个是1公里 要多少钱 这两个的单位是不一样 那我们先把这样子的一个表 把它列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开始来做一个计算 我们开始来做一个计算 我们来计算什么呢 用蓝色好了 然后我们来计算什么呢 我们假设 这个我们先讲 我们先来算说到底 马一台油电车 我要开多少里程才划算 我们先设定 假设这个里程是X 公里 我们要开 总共要开 在它的保固范围内 我们要开几公里 几公里 因为油电车的 它的这个 它的税金 这两个的税金是一样 artist油电版 跟一般版的税金是一样 所以我们先不要把税金考虑进去 这样比较公正 刚刚的表 大家都还记得 一公 这个我们先算出 一公里 2.62 乘以 0.6 假设我的 我忘记写一个 假设我高速跟四驱 高速跟四驱 比上四驱 太久没写字 四驱 是 6比4 假设高速公路 跑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四驱 大概百分之四十 这样我大概要开几公里 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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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油电车 这个我们来算一下 这是 一公里的成本 乘以 我0.6 这个 这个比例错了 百分之六十是 百分之六十是 跑四驱 因为一公里的成本 我这个假设是我自己 假设我先跟大家讲 我的算式的逻辑 大家可以自己去验算 然后加上 1.58 它的高速一公里是1.58元 乘以0.4X 然后再减掉油电版的这些里程的总油耗 1.15X乘以0.6 这有点交叉 懂的人就知道了 当然这算是不重要 重要是它的结果 我太久没有算这种东西了 所以有时候会 这是一般版的总油耗 减掉油电版的总油耗 应该是要等于9万 9万 等于9万 那我这样算出来 这个X是等于 8万4千112公里 也就是说 假如我考虑在八年的保固范围内 我开多少 就这颗电池 我先不计算它的故障率或者怎样 反正八年内公司会帮你处理 我只要开8万4以上 就可以摊为这个价差 其他的保养什么的 我先不要讲 尤其是油电车的保养 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那个都先不要讲 我们先来讲说 它的这个 这个我不只保养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 谈题跟折旧 拜托 不要搞复杂问题了 我现在只单纯讲说 我现在如果要去买一台油电车 到底要多少里程以上 开多少以上 我才适合买 如果你只考虑一颗电池 跟这个价差 这样子的话 8万4 8年开8万4 大概一年开1万 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买了 那假设很多网友 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一定一堆人又尿我 我真的觉得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看看 我只是带出一个风向球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 假如我把这几年 8年后的过保固的第一天 电池就坏掉的这个成本 也灌到前面 这8年的里程下去好了 4.6万 一个电池 我刚去查出 据可靠的数据 电池的这个 在这里自己看 自己看 不要再说我随便乱讲 4万6加上去了以后 这个X会变成多少 所以那颗电池 把它加上去 灌上去的话 X会变成12万 7102 也就是说你包含一颗电池 只要你8年内开12万公里 其实就划算了 而且8年内 根本不会有电池的问题 我只是预先把这个电池 把它直接弄坏 也没有保固 就先把电池的成本加上去 你只要开超过12万7千公里以上 基本上就回本了 OK 那刚刚我们算的是用里程下去算 我假设我的高速跟市区是4比6 高速市区跟是4比6 这样子的里程差不多是这样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去验算 因为每个人的使用情境不太一样 自己看看自己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这样算出来的 结果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 那我们用另外一种 就是说 那假如我一年大概是开2万公里 我就用和泰给我们的保固 它是8年16万公里的保固 也就是说一年只要开2万 一年开2万 8年内都不会 就是电池都算它的 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算的话 我们来算 到底那我市区的比例 跟高速的比例 又要怎么去分配呢 怎么样子来看是比较划算的呢 那我们一样把算式列出来 16万公里 16万公里 总共8年内我要开16万公里 16万公里乘以2.62 然后乘以这个X X就是市区 刚刚忘记先假设 市区X 市区的比例是X 然后加上16万公里 乘以1.58 1公里1.58元 1-X 这样子是普通版的 普通版的成本 总油耗成本 然后减掉油电版的 总油耗成本是 1.15 乘以16万公里 又刀环 大家看得懂就好 加上1.12 乘以16万公里 乘以1-X 这个是一般版的油耗 减掉这个油电版的油耗 不是油耗 就是总油脂 这16万公里的总油脂 我们把16万提出来 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55% 这是我算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验算 因为我怕我算错 大家可以试看看 市区你只要超过 这样子是要等于9万 市区只要你超过55% 然后高速45% 这样子的话 市区只要大于55% 那你就划算了 这高速 以这样子的 以这样子的里程数来看的话 那假如不是 假如是我把电池的成本 也算进去 这边要再加一个4.6万 这样子 你市区的比例就要拉高了 如果含电池 含 Battery X等于84% 就是你如果把电池的成本算进去 然后高速16% 你把电池的成本算进去的话 你把电池成本算进去的话 这个数字算下来是 你大部分都开市区 可能会比较划算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 这个我到底适不适合买油电车 又问我到底适不适合买油电车 我会看它的这个行驶的状况 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买油电车 因为油电车毕竟它还是有个价差 我这个是拿中阶版本 跟油电的初阶版本 它们的配备好像差不多 差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 我们用这个价格来最主力 最多人会买的这个等级 来看比较准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评断 自己适不适合买油电版 或者是买一般版 不要一直东扯西扯 说这个不公正 这是数字算出来的 你要加很多的因素都可以 但是越来越复杂会算不出 没办法抉择 我们已经很复杂了 把它做成一个算式了 有时候买这些东西 买车是一种感觉 那如果大家 这个买车的时候 无法做出决定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 我以前受过的训练 最好的方式是用数字来做决定 数字算出来怎么样 我就马上就这样子 我就没有什么好讲了 有些人会说 那油电版它可能 这个之后 卖车的时候成本 这个折价会比较高 或者是怎么 这个样子我真的不知道 你如果现在才要买的时候 就要考虑八年十年后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怎么帮你做决定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这样子的算式 跟刚刚那个总里程的算式 如果说 自己的 觉得自己的使用情境不是这样 自己可以套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帮大家把这个数字 把它算出来了 就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大家对于我的这个视频 有觉得还不错 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然后最重要是要记得订阅哦 拜拜 我靠 你都看完了 还不赶快订阅 赶快订阅吧 本节目是由张首安医师团队 小星星奖制作 有任何减肥问题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